你覺得接下來會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加息 還可以買銀行股呢? 或者之前大家覺得高通脹的情況之下 可以買一些奢侈品相關的股份 你覺得這兩個行業又可不可以考慮 或者放在watch list呢? 其實你看銀行股的整體表現已經知道 是不行的 是和大家的預期是有點落差的 那我們又解釋為什麼會有一個原因 你想想為什麼買銀行股 因為加息嘛 大家覺得就是因為加息 銀行可以受惠 我真的只能夠笑太天真 因為你說加息 為什麼銀行能夠受惠 這個取笑的ground在哪裡? 這個原因你加息就是 因為銀行可以借多些錢出去 或者銀行借一樣的錢出去 從而可以從中賺取更多的利潤在這裡 但現在加息的目標 加息銀行受惠 是經濟前景向好 因為經濟狀況太過理想了 而聯儲局要跟著去加息 一個正常的貨幣政策 銀行當然能夠受惠 之前幾次加息周期都能夠受惠 但今次的狀況 加息周期來了 純粹因為聯儲局去年忘記了加息 所以你看銀行股 上年你拉圖拉遠一點點 都升上來了 現在聯儲局的加息是迫於無奈地 面對著滯漲的問題 何謂滯漲? 記住歐美市場對大主題是滯漲 滯漲就是高通漲環境 但經濟增長放緩 在滯漲的情況下 銀行面對著有什麼狀況? 隨時有機會有些企業做不住 壞漲問題出現 資產質素下降 最重要是利率加高了 但問題是沒什麼人借錢 相反他們的存款息率 即他們的成本升上去 息差未必真的狂撥 所以你說銀行股 絕對不會是一些 逆市做好的 即是逆市奇霸 相反如果突然加四分三 代表著什麼 聯儲局不管經濟狀況 又刺他硬著 衰退一兩年 沒所謂的 起碼我先控制到通脹 起碼我外出 不會被人用雞蛋 招皮扔 簡單的道理就是這樣 所以你說暫時的狀況來說 銀行股一定不是 這個炒作因素的主要原因 所以你們就玩了 有兩年 大使用雞蛋 嗯 有兩年